女人从妖娆的男人中脱颖而出 山羊毛做成的假发和夸张的头饰是她头的两倍大 淡蓝色洛可可裙勾勒出她完美的胸部曲线 她是大名鼎鼎的法国女王玛丽·安诺瓦内特 日常她最喜欢扮演歌剧里的妖女 台下的贵族男女脸上写满了鳄鱼谄媚的屈颜复视 她们的掌声经久不息 此时走来一个女人 她身穿的红色长裙被眼尖的罗蒙一眼认出是两击前的款式 女人是自称瓦鲁瓦王室成员的让娜 她为了得到头衔而结婚 她的丈夫来去自由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经常找不到人 善流社会的贵妇也并不喜欢这个穿着寒酸的女人而处处排挤她 玛丽女王离开时 让娜故意倒在她面前 罗蒙唤醒了假装晕倒的让娜 这时内务大臣让她马上起来 她说我告诫过你很多次要与陛下保持距离 别用这些伎俩试图获取皇室的青睐 让娜解释我有件事一定要让王后知道 但内务大臣却不耐烦地说玛丽王后并不想认识她 旁边的贵族们纷纷取笑让娜 幸亏一旁的罗蒙帮她解围 让娜本是含着金汤池出生的贵族小姐 谁知幼年家道中落 父母被国王暗害不说 家族财产也被尽数夺走 跌落神坛的让娜受尽欺凌和羞辱 但她一直默默忍受这一切 因为她知道自己总有一天 会亲手把失去的财产和名誉再夺回来 让娜给罗蒙看了父亲的遗产证明 只是并没有签字认可 因为国王的大臣一直拒绝见让娜 让娜认为同是女人 也许玛丽王后会更加同情她的处境 她的话却招来了罗蒙的耻笑 可其实罗蒙也不过是个 游走在贵妇之间的五男 她并没有多少本事 但对权力和金钱却极度渴望 她用自己的甜言蜜语哄着贵妇 多给她几两银子而混几巴黎 可今天她却看上了迷一般的让纳 她虽穿着过季的衣裙 然而却脸蛋漂亮 气质高雅 虽然她现在身份并不高贵 但假若向她所说 恢复原有的王室贵族身份后 绝对是一个大金主 罗蒙怎能放弃今天的绝佳机会 虽然让纳已经下了马车 可罗蒙却依然紧跟其后 让纳说你在跟着我 我就喊我的丈夫出来 罗蒙却表示一周前 在蓝布衣见她和一个女演员 混在一起而拆穿了让纳 让纳掏出手枪抵住罗蒙 罗蒙表明真心 自己会帮让纳拿到财产证明 让纳才饶了她 2800克拉的钻石项链闪闪发光 珠宝商为王后展示这价值连城的宝贝 她强调这是特意为王后打造的 然而王后却并不买单 有人早就告诉她 这项链之前已经拿给杜巴里夫人看过了 她是国王祖父的情人 她最近才被逐出了王宫 玛丽王后怒斥珠宝商的伎俩 你们这样是不会有买家的 珠宝商拿起项链让王后近距离欣赏 确实这串钻石项链太过于完美 无数颗钻石汇聚的光芒让任何一个女人都控制不住想要多看看几眼 然而因为杜巴里夫人的梗 王后还是赶走了他们 罗蒙牵线搭桥终于让纳有机会见到部长 让纳问部长是否看过自己的情人书 部长直言让纳的父亲煽动议会 公开反对贫穷和暴政 还痛斥君主治 让纳解释她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好才这样 她恳求部长如果自己没有遗产可以传承 瓦鲁瓦家族的名字会和她一起死去 部长却直接粉碎了让纳的希望 她说皇室办公室永远不会批准她的请愿 罗蒙告诉让纳如果要让部长改变想法 必须让纳要有影响力 她给让纳介绍了善流社会的代表人物 有皇家印章的保管人 还有为女人决斗而杀死四个人的伯爵 让纳对这些王宫中的色狼和寄生虫嗤之以鼻 罗蒙还说让纳打扮太寒酸 想要得到贵族的青睐 必须要改头换面先投资自己 罗蒙表白自从认识让纳后 她就不愿在沉溺于中老年贵妇的奇思妙想之中 罗蒙拿出母亲的画像告诉让纳 她的母亲是一个只接待贵族精英的高级妓女 她教会了我复杂的宫廷生活 贵族身上优雅的举止和智慧是至高无上的 可罗蒙却不知道她的父亲是谁 让纳看出了罗蒙眼中的落寞 罗蒙勾兑玛丽王后的侍女 偷出了王后的一些私人书信和一个手帕 让纳找到一直和王后有过节的红衣主教 希望他们能结盟 然而红衣主教却怀疑她的身份 直到她拿出了自由玛丽名字的私人手帕 红衣主教才相信她 愿意和让纳统一战线扳倒玛丽王后 他们从德国邀请了一个法师 他对炼金术和魔法颇有成就 他很多预言都已成真 法师一眼看到了让纳 他说出让纳的名字和让纳想要和红衣主教结盟的意愿 让纳想也许已经有人提前告诉了他自己的身份 然而法师却说出让纳从小被贵族收留的事 他说你总是渴望拿回被夺走的东西 我还看到你趴在坟墓上 当然我希望那并不是你的 这番话又勾起了让那痛苦的回忆 他双眼饱含泪水起身离开 转天让纳就来到法师这里 他指出我从小父母死后 被一个贵族女人收养 他非常迷信 经常请法师来家里 当时你不过也是其中之一 多问了几句有关我的事 所以你才能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无法下台 法师被揭穿怒不可遏 让那说红衣主教对我有兴趣 我和你可以结盟 用以交换他们的秘密 法师欣然同意 让那暗自拿名贵的首饰 给女仆换取王后的私人信件 终于一条大鱼来了 法国书尼院院长路易斯 给玛丽王后的情书被他截获 让那第一时间来找红衣主教 这封情书倘若公告天下 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对于一直深受玛丽王后压制的红衣主教 则如获珍宝 他承诺给让那五千法郎作为报酬 可他却不知道让那早已设计了一个更完美的圈套 要将玛丽王后彻底击垮